她在準備橙汁給我 哇 已經開始錄了嗎 對 嗨 嗨 嗨 我又來了 又來客人了 嗚呼 哈囉大家好 我跟我來帕郎 她前兩天呢 就是突發奇想說要來香港 然後就說今年有沒有空 我說有 我其實想來找余惠 大家知道你們 可以啊 我就來找可樂 就是 單純的想看她 我們這樣認識了多久 就是30的一半 我們15歲就認識 我認識了一半都有米耶 好恐怖喔 我最近出了一首新歌叫懂了 我要這樣 忘了問自己 好嗎 好嗎 這次的歌有沒有什麼含義 你覺得你想要傳達給觀眾的是什麼 她其實是我30歲的一個禮物 我也在想30歲對我來講是 什麼樣的一個狀態 其實這次請到很厲害的詞人老師 然後這詞人老師叫做小韓 她是一個新加坡人 很酷的一個女生 句句都是經句的那種感覺 就是非常的厲害 我是先有寫我自己的一半 然後給老師 然後老師再重新填詞這樣 我覺得大概講一下 其實就是一個30歲的禮物 然後這個懂了是對於生命的 有一些跌宕起伏 因為總是我們會對自己的未來有 有渴望某一些記憶的發生 但有時候就是會事與願違 很多的時候其實是在 事與願違的那種狀態下去反省 然後再繼續往前 這首歌其實就在告訴大家 就算是事與願違 你也要保持初心 然後用自己的方式去成就自己 就是我用我方式偉大 就即使我不是那一個所有人 都認可的一個燈塔 或者是別人的光明燈 或者自己渴望的機遇 回歸到最簡單的事情就是 音樂這條路對我來講的是什麼 其實真的就是一把吉他和一杯熱茶 就是回到我最初的 我以前寫歌 為什麼會喜歡的 對 我那時候17歲在學校 宿舍 南宿 就是和我們另外一個同學陳崇仙 我們就是在那個宿舍裡面彈吉他 然後我第一首歌寫叫做 反正就是我寫了一首歌 就是在南宿發生 然後那時候17歲 然後那時候做音樂的那種 感覺就是很抒情 然後很自由 就沒有人告訴你說你旋律應該要怎麼寫 或者是這適不適合大眾的一個審美等等 很純粹 很純粹 然後非常的可以很無厘頭 嗯 那我覺得長大後其實你要顧慮的事情很多 然後在這過程中其實很常會迷失掉自己 30歲過後的那一整個月 會有東西來跟你講話 怎麼把我臉害怕什麼東西跟你講話 不是東西不是鬼 那就是 我覺得應該是心裡 對心裡有聲音 然後就開始在做很多的反省 其實我發現我越來越害怕 嗯 害怕什麼 我害怕我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優秀 我害怕是 我會不會在一個新的產業裡面不夠接觸 因為以前在跳舞的時候你感知得到 你最感知得到 啊我知道 I have it 就是I I own it I work for it 然後I own it 但是現在就有一種 I make a lot of effort 在我的這個 新的這個領域裡面 但是好像 感覺上那個心裡的狀態 比以前可能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更加的容易沒有自信 你還記得我那時候也問你 問你過我應該要怎麼做 嗯 然後你給我那些問題 我完全 我答不出來耶 我不知道我要什麼 然後就會覺得說 哇天啊 我怎麼好像想的事情 好像都越來越 膚淺 不是說什麼 做一些大家做的事情 會覺得膚淺 我的膚淺的定義是 我不知道intention是什麼 但是我做了 因為別人也這樣做 嗯嗯 這樣對我來講是膚淺 那你希望大家聽完這首歌 會有什麼樣子的感受 我覺得應該是一種療癒感 我發現其實在我們這個年紀 好像有一點成熟 但是心裡又好像一個小孩子 就是要開始扛起一些責任 就是這個責任感有越來越被 呃 喚醒很多的迷惘 或者說很多的問號 嗯 其實甚至我覺得不同年紀的人來聽 可能都會有不一樣的見解 我覺得它裡面有一句歌詞很 很扎心就是 誰不願活成大海 不畏餘存在 可以生財數十載 跪麻了膝蓋 是求然後祈禱 人生能輕易改 啊 像天上禮家是改車票的櫃台 然後接下來 哇這個也是 我最喜歡的是有一句喔 我懂眼淚是盼盼 夢完美無瑕的零售家 誰懂城市在繁華 卻沒人回答 沒人說話 我離出一套想法 我用我方式偉大 才算真正長大 就是長大這件事情是你要認可自己 也是因為你知道這些流的眼淚 那個眼淚是多麼 你要換多少的眼淚去換你的夢 在這過程裡面也要 你要做多少的委屈 結果這次來香港也是 除了見見老朋友以外 其實我也是 跟香港的一些音樂人 有一些交流 前天才寫了一首歌 真的喔 我一直覺得做音樂人 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情 像我們就是一般上班族嘛 我們只要說啊 我們努力多少 我們最後就會可能得到下一個階段 或者是啊 我要有 Promotion啊 我有什麼什麼 就是它是一個很 Foreseeable的東西 可是你做這個藝術方面的東西 其實真的沒有啊 就是你要自己靠你的雙手去挖 自己去雕出一個東西是什麼來 欸我其實前 昨天才和我朋友聊天 他會 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我很怕 因為我越來越不相信自己 你有沒有覺得這句話 從我的嘴巴說出來 我認識過的人裡面 自信心最爆紅 就是爆到一個我想說 這人還好嗎 大家不要覺得就是 唱這個歌 然後這些問題就好像解決了 好像都理懂了 有時候道理懂了 你也深刻的反省知道這個道理 可是有時候難免的還是會有發現 我很需要別人的掌聲 還有肯定來肯定我自己的價值 肯定說我現在做的是好的 就是我沒有錯 但是我自己是沒有辦法是自己相信自己 對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而且是我到最近才發現這件事 而且我當我知道這個事實的時候 我好難過 因為我曾經是 這麼有自信 這麼有自信 然後超相信自己在這個事 後面突然開始下雨了 連老天都為你哭泣 真的 有的時候你自己對自己 非常懷疑自己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自己做什麼都做不好 然後你沒有一個任何拿得出來說嘴的東西 對 你會一直覺得 我好像就這樣子了 我就是 我就是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個感覺 我就寫了一個表格 然後我就把我人生中每個階段這樣列出來 譬如說我跳舞的時候 我去美國念書的時候 就是很實事求是的 我在我念書的時候 我做了哪些事情 回台灣之後 我做了什麼事情 我到香港來之後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你把東西都寫出來之後 即使是你可能單寫出來 你會覺得好像也沒有什麼 譬如說 像我去美國的時候 因為我高中 我們高中是沒有上任何的理科 也沒有上數學課 所以我重新 pick up 了數學這個科目 這件事情其實你說有什麼好驕傲的嗎 其實也沒有 但是我覺得 你寫出來之後你會發現 其實你回想說 它是不容易的 對 我才發現說 其實我真的做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雖然說我在每個階段 我都覺得自己在撞牆 可是有時候 你是走了一段路之後 你再回頭看才會發現 我已經走了這麼遠了 或是我經過了哪些風景 這個是有時候 我覺得是要過了那個坎之後 你才會去看到的 那我可能還在那個坎上 就是我覺得是一個過程 像你之前選擇 他自己選擇沒有念大學 你就出國去跳舞了 還到不同的國家跳舞 甚至是你後來放棄了他當實在的 那麼好的一個舞團跟機會 你選擇回來做音樂 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因為我實在是 我沒有辦法忍受那個身體的疼痛 原來是這樣 我覺得我是因為前陣子剛好過了那個坎 我現在可以很輕鬆講這句話 但是我覺得大概三個月前的我是 我沒有辦法這麼豁達的去看東西 我聽這首歌 然後搭配你跟我講這首歌背後的故事 我覺得是很有帶入感的 是很有帶入感的 這個是Seventeen的一首歌 然後他的歌詞我很喜歡 大意就是說我們都是第一次活今天 所以你不要覺得我今天做的不好或是什麼 而太過責備自己 或是覺得自己真的很差 因為我們都沒有經歷過今天這一天 我們要能夠做的就是 把今天這一天好好的過完 我都流手汗了 沒關係 我相信你可以過這個坎 謝謝 我是真的也蠻佩服你的 我也很佩服你的 我覺得你的存在對我來講我要哭了耶 要哭嗎 就是有一種心心相喜的感覺 像什麼蒼圓也是啊 然後陳崇賢 還有班上其他的一些同學 他們其實都在自己的人生上面 在自己的步調裡面就是 默默的努力 努力然後去嘗試 然後變化 啊就覺得哇好多的功課要做 在這個轉換期 好囉 Are you ready 哇外面下雨好適合搭配這首歌 對 先外面下大雨 我要拍一下 你拍一下大雨 給大家看一下大雨 欸 不好意思可以重動 OK 哈哈哈哈 投入擁堵的人海 掀機好懈怠 是求讓我祈禱人生能輕易改 想念少一家是改車票的櫃台 不懂倔強的步伐 何時能到達想像的家 只懂每當老實話連走都掙扎 也沒停下 這些年我要折壓 忘了問自己好嗎 啊 啊 我覺得朋友真的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和Cynthia也沒有 我們也不常見面 因為我們就住在不一樣地方 但對彼此的關心都還是有 你總會身邊總會有一些人是你可以 他們也懂你的困難 然後我覺得彼此加油打氣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 戰鬥 懂了 希望你會喜歡 他剛剛才跟我分享說 以前我做什麼讓他很神奇的事 好有一次我們在舞蹈教室 然後他們一群女生就在那邊 然後趴 他就趴在地上這樣 趴在地上 好趴在地上 趴在地上 然後我就是想說 他們一群人真的趴在這裡 然後 你趴在這邊 然後你當然是跨過去嘛 因為就是地板很多人 然後他就這樣趴 然後他就給我回頭講說 你可以不要從別人身上跨過去嗎 你不要這樣很沒禮貌嗎 然後我心裡就在想說 你莫名其妙 你不會做好嗎 我怎麼要躺著 你到底覺得多幼稚啊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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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